我有必要解释吗 我分居都五年了 分居五年了 为什么不办手续 同警官 这个好像您管不着吧 谁说分居了 就得马上办手续 有这规定吗 这个规定没有 什么时候办手续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您为什么要以办事实 说 什么目的 没目的 在我心里边 我觉得分居五年 那就是已经离了 而且我跟我前妻 已经达成好协议的 我有必要隐瞒什么呀 你还挺会狡辩的 本来我还自我反省呢 觉得以前对你太严厉了 不恰当 现在我这是小瞧你了 帮你问 可能你自己能被意识到 你可能有职业病 你见谁都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呢 但我希望你最好没问题 我会一直盯着你 你今天刚好有空 别忘了带牧牧去动物院 把刘鱼儿童解补了 往后家里买的关系 我会带她去的 还有事吗 暂时没了 Пока 我什么都回来了 走 我要说 我自担心 再怎么做 我自担心 我自担心 你这么严格 我自担心 我自担心 你这么严格 你们现在 这个 我自担心 你们在这个 你怎么做 我自担心 你怎么做 我自担心 我自担心 你快点呗 我们上班快迟到了 脚枕疼 不是 你明天能不能 别穿这么高跟的鞋啊 每天站着多累啊 我该换的是鞋嘛 我该换的是工作 换什么工作 换哪儿去 我朋友刚给我介绍了一个 大公司前台的工作 工资比现在高多了 是吗 那你带我一起去呗 你能去干吗 你个厨子 厨子怎么了 厨子怎么了 谁不得吃饭啊 别平了 你就说吧 同不同意我去 去去去去 谁敢拦你啊 真的啊